只是說你要知道怎麼樣把它程式找到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怎麼貼 第一個你要先確定你到底有幾段程式 總共的話我們有幾段 一二三四五段好了 OK我們上禮拜五段影片五個按鈕對不對 所以以後五個按鈕的話 等一下我先把那個 高同學如果上禮拜沒存到檔沒關係 五個按鈕對不對 五個按鈕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假設未來按鈕放在這邊 W欄這裡 再來的話第一個我們就是先 完全沒有從無到有怎麼做 一我們先開一個空白的 新增一個空白的應該沒問題 OK 第二步的話貼就好OK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 因為這程式真的蠻 算如果你完全以前沒有接觸過程式的同學來說 應該蠻複雜的 那當然第一個你要先把開發留言叫出來 應該應該知道吧 開這個上面其他命令嘛 然後制定功能區這邊打勾 這個一定要知道 然後接下來就開啟Viso 反正呢 以後你任何程式 記得啦 一定都是打開Viso Basic 然後程式放哪裡一定是放模組 OK我前面有一直強調 這個該記的一定要記 好那把那個Viso Bay打開 那這個我這個之前我自己已經有寫過 我把它先關掉一下 關掉喔 那所以目前喔 我的新的檔案應該 我把它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喔 他一個檔案呢 就是一個 他如果在Viva裡面就把它當一個專案 有沒有 後面瓜糊就它檔案名稱 所以目前我們的 專案應該是在上面這個 他活業部1 這個是自己開的嘛 裡面沒有任何的模組 有沒有看到 沒有模組嘛 特別注意啊 千萬不要把它寫到別人家去啦 這個是別人家的模組 這個是你家的模組 有沒有 像蠻多同學都寫到別人那邊去 所以接下來喔 開啟Viso Bay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好 那你說老師那我上之前 我們有5個按鈕嘛 第一個按鈕是 先賄賂嘛 所以賄賂的話呢 程式在哪裡 往下捲動嘛 在這邊 這一段 那只是說這個裡面 我沒有放那個 那個路徑嘛 所以你可以先把這個先複製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呢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那之前主要是要給各位練習啦 所以這個連結喔 你要貼過來 那這個連結跟那個編碼方式喔 我記得我是有把它放在下面 這邊有一個 這個 這個 是哪裡啊 這裡 這邊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找到那個 這個這個 看一下 是這個連結嗎 這個是直接下載 好 就是找到那個連結把它貼過來 這樣就OK了 還是說我乾脆 這個 在這裡 在這裡 找他一下 這每日 那基本上就是在檢視資料裡面這邊 下載 就把這個有沒有 Ctrl C 有沒有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剛剛的這個 這個地方把它貼上 好 那因為他的編碼方式是 Big 5 所以這邊直接填950 好 那你可以發現喔 這邊的話呢 我們剛剛的第一個按鈕 就把它直接執行 它就會下載了 欸 真錯一下 如果假設喔 你refresh的時候發現 奇怪 卡在這一行 其實不見得是這一行錯喔 這一行跟上面是連動的 所以有可能是上面出錯 哪邊出錯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有沒有發現這邊多什麼 空白有沒有 因為它 有時候它上面前面你複字貼過來喔 常遇到它前面會多空白 那這個空白 它會把它視為網址的一部分 那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 Delete掉 OK Delete掉之後把它停掉 好再讓它重跑一下 停止掉有沒有 重跑 有沒有下來了 那第二段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我要把這個 第二個喔 我要把 這個資料做切割 我記得我這邊有做切割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切割程式的部分的話 這第一段 第二段的話我好像 我是把它放這個 這正規的話這裡 修正日期 所以第二段的話Ctrl C 然後你可以把它貼到 這邊來 貼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再自己再加一個Core 修正日期 OK好啊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按鈕就完成了 所以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OK了 那你第一個按鈕完成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W欄這邊 插入一個 插入一個按鈕 按鈕 按鈕的話就是剛剛那個 賄賂 OK 這邊喔 然後找到什麼 匯率下載 喔 不過你會想說老師 為什麼上面會多這些東西啊 因為你同時開 很多個檔案喔 他會偵測到別的檔案 你不要管他啦 那你說老師他會干擾我 那你把檔案關掉不就好了 OK喔 反正他會把別人家的一些檔案跟那個 他裡面寫的程式都會叫進來 不過你不要管他 我們指向他之後按確定 然後呢 我一般習慣是把上面的名稱也順便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不過記得喔 最後好像你把它弄一下 他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我常常前面有跟各位講 按一下 他會下載 他不會跑 如果說以後喔 假如說你按一下 奇怪 他會移動位置的話 記得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講過 按右鍵有沒有 這個控制向格式喔 如果他會亂移動位置的話 你可能要把他的這個摘要資訊 有沒有 控制向格式 改成什麼呢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 因為可能 像什麼狀況 可能你比如說你會把資料 刪掉藍的話 他那個 會 會調整 只要調整 你會發現 奇怪按鈕怎麼亂跑 如果你發現會有亂跑的問題喔 你就需要做一個設定 就是什麼 直接再把這個 按右鍵 這什麼呢 控制向格式 裡面有個摘要資訊 把它改成這個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 原來是這個 大小位置隨儲存 那也就是說 如果假設前面的儲存格變動 你就會跟著變動 那如果不要變動的話 這樣OK了 那所以第一個按鈕就完成 那後面的按鈕一樣 所以第二個按鈕的話 你就把它再貼 第二個按鈕 我記得是美元 那美元的部分的話 應該是在這邊 美元則限圖 然後在人民幣則限圖 其實這兩段 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下面 但是他好像中間會有陸式人民幣 那這樣的話 就應該會出現 那個美元的折線圖的 這個部分 我把它Run一下 給各位看 應該這邊 會先畫第一個 看美元的 也有了 可是這個結果好像會亂掉 看一下 有沒有哪個地方要改 這個應該不影響 因為這個是寬度關係 這個是固定寬度 就500 應該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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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有問題 我看一下 Ctrl向下 這個應該 我在想應該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應該要改29 如果你改這邊改29 應該就可以了 只是說這邊的程式 應該要改成 大概有兩個地方要改 這個 我原來是寫固定的 但是這個 你固定跟非固定 結果其實都可以 應該是這個 這個地方會比較有可能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問題是每一次來源都不一樣 那我怎麼把它做修正 待會講 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我之前的程式這邊是寫固定的 這個應該是 沒有關係 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寫固定的話 一般人比較不會算 到底多寬 所以後來我才改成 就是用那個 一個儲存格的寬度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個應該是 之前寫的 我後來寫成這樣 所以這邊500 其實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叫Range M1 或者Range D1 反正就是這個 寬度 所以點Wis 點下去它會出現 那個屬性讓你挑 你要什麼的屬性 我要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那我要10個 所以乘上10 那將來它會 就是10欄寬 但是後來我這個地方有改了一下 就是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應該是A1冒號 A1冒號 然後應該是到A29 然後痘點 這邊的話應該是把它改成B1冒號 B29 那底下這個 所以這兩個OK之後的話 那其他的話 全部就可以跑出 全部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大概這幾個 你們做完之後 自己再把那個按鈕給加上去 那就會是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 假設你之前的東西沒有存到檔 那或許 你可以拿那個雲端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程式碼 拿來改一下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個切 這個廣播這邊 停退出 OK